繼續請邱成元委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麻煩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無安 委員你好 今天是針對特別條例蘇科2.0的部分 繼續巡討 我再跟醫生分享一下 因為這兩個月我差不多辦十幾項的產業座談會 所以針對整個紓困的執行面 還有包括這個1988信保基金的執行率 其實我們這邊都有協助這個行政單位緊盯的進度 那我們也提出了很多 包括我自己還有就是本習還有台灣民眾黨提出很多建議 其實都有得到正面的回憶 在這一點我跟這個行政單位表示肯定跟謝謝 包括就是說在紓困貸款的核貸率 從一開始的這個不到三成 到現在也都提升到46% 但是銀行的比例還是過低 希望這個未來再努力 我知道這個禮拜有成立什麼金融國家隊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才會討論 那包括就是說在普惠金融的專案貸款 這邊其實也都得到正面的回憶 還有這個各銀行的執行貸款的這個紓困狀況 1988的量能的負荷不足 我們也提出這個要請經濟部協助成立這個線上融資診斷平台 做事前的這個信用平等 讓他這個中小企業可以比較準確的去選擇他適合的這個紓困方式 這樣1988接不接不完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有得到正面的回憶 那在這邊很感謝 下一位 再來就是我現在化身成 因為我本身是外國的台商 所以這個部分要跟你討論一下就是說 針對口罩的部分 口罩的部分我們的海外僑民的人數 其實在這個廣義的這個定義上大概有198萬 加上這個僑委會在全球僑民的這個統計 那目前我們其實海外的台商國人 包括台商留學生還有這些眷屬 其實在這一個多月來一直跟這個行政院 還有包括指揮中心提出相關的口罩需求 希望可以提供給海外的我們這些旅居的台商國人使用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這次的口罩國家隊很成功 那其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這樣子自己製造的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一直我這邊接受到很多這樣的陳情 包括現在因為禁止出口 因為CDC在回覆 包括到4月21號 我就不講哪個國家了 我們當地的台商會跟這個政府這邊來陳情 回覆的還是說禁止出口到6月 所以這邊的部分其實對這個旅居海外國人 是有點傷心 因為這次大家都很慎 包括今年1月21號這麼高的投票率 大家都回來支持我們的國家 結果在這個百年疫情的這個期間 我們居然連口罩這樣的防疫物資都沒有辦法提供我們海外的國人 那當然行政單位這邊有很多的說法 那我們換下一頁 我這邊實際幫這個院長這邊算一下 我們實際調檔案 我們總共戶籍有戶籍的有2358.9萬人 那在出國或連續經常性停留海外的大概有107.3萬人 因為那個如果我們用廣義的僑民來定義 可能這個很難計算 那我們現在都以實名制 有中華民國國籍 拿台灣護照 然後實際有健保卡的 我們也實際交叉去勾計 因為各部會的數字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估計在海外工作者有73.7萬 這是固定的 那經常性流動有33.6萬 所以107.3萬人 現在目前這個外交部跟僑委會這邊回覆 是指先提供5萬片口罩給沒有二等親在國內的這些海外的僑民 讓他們實名制的讓他們購買然後直接出口 那其他的是只能透過國內二等親幫他們訂購然後寄出 而且用的是國內二等親他們自己的這個額度 所以你覺得這個合理 委員很感謝你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場 最高民意代表 你能夠這樣觀察顧面 把我們主委還有計較讓他們進步做得更好 他還在那裡的競爭幫你做什麼 現在在說海外台商口罩 我們口罩實名制只認健保卡不認人 所以你只要 所以我現在這個很簡單 因為現在都透過網路訂購嘛 我現在是可以讓他出口到他的國家 他在外面用他的健保卡訂 你要讓他出口 現在他不同意他出口 我們現在可以叫海外 來 我們下一頁 我都幫你統計了啦 你除了中國大陸他們自己有口罩生產的 在這裡 這裡都沒親家這樣喔 有的沒親家 有親家他自己過來也要用啊 你用到他的額度啊 親家用他的健保卡會叫給他 健保卡他放在國外是怎麼叫給他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很簡單 技術上非常簡單 包括我們 我別說 我說多藍就好 我們東南亞 新南向我們最新的 整個東南亞海外也才11.2萬人 暫時15.2% 這個口罩量的需求不是很大 其實包括我們現在都可以捐贈 用這個口罩做這個外交 其實這個部分我也很贊成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成本效益的一個外交動作 我個人是覺得很好 可是你給這些台商跟這些海外留學生 有一種相對剝奪感 你聽我的意思嗎 感覺說 哇 我輸了國家的時候 國家既然連這個都沒辦法給我 這種感覺很壞 人家說萬不萬就 你11.5萬也不是很多啊 那我們統計一下 如果說你在量能上 你沒有辦法估計 你可以用管理的方式 譬如說一個月就提供海外100萬片 還是說80萬片都沒有關係 各個讓他們實名制在網路上 直接透過他的健保卡登記 你只要國內同意讓他出口到他的 喬居國透過外管實名制發送 我錢都先付也沒有關係 現在甚至有台商跟我講什麼 他問我說那國內的這個口罩機器能不能出口 那目前我們去查是可以 他們要不到口罩 他要自己進口罩機去開生產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對 不過回來 拼桌回來 因為現在你們太紅了 所以現在拼桌都排到十歲了 所以也不會付錢 你聽我說 所以其實這個對政府來講 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你只要願意的話 所有海外的台灣國人會感謝你 我希望這一點 院長可以很認真的思考 是不是有計畫有效度的透過外管去實際去統計 然後透過我們現在這個網路APP的方式 實名制讓他們線上訂購預先付款 運費自己付都沒關係 但是有這個可以去幫他們統計 然後有效的出口到他們現在目前喬居國 給予他們協助 我們尤其以歐洲現在是最嚴重的 法國德國這些地方 他們那些留學生真的很可憐 我希望院長可以聽聽他們的聲音 這些是最挺你們的人 那個委員你剛才說這個訪問 我們來慎重考慮 其實喬委會委員長 上禮拜我的主席口罩會有來 我知道啦 他很大便 我都知道 因為我們頭髮沒在笑 主要是怎樣 我們現在台商分佈很廣 喬委會兩位 人有來猶豫 我們要叫喬委會 他也要奔 我告訴你 議長 可能你不在國外 對我來說 其實你們很多的考慮 當然有執行 外管能力不足 然後可能 這個每個國家的外管 他離各個城市太遠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克服 在海外的人 人親土親對國家特別有認同 你願意做這個動作 開四五個小時 他都開去給你領 台商會都願意大家協助幫忙 各地方的海外組織都願意幫忙 只要你願意規劃透過外管來 協助民間團體大手拉小手 一起來執行 我相信這不是很難的事情 好 兩個研究 你剛才說這個 好 剩六分鐘而已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話題 這個部份希望 一定有給我承諾 可以認真的去思考好不好 就是口罩的部分 你剛才說那個方法 我們現在說到那個 我們可以一國一國 想的那個比較有 我知道 你去評估 你去評估 有的國家 一個東南亞十一萬 東南亞這麼多 你說有的國家像 中國大陸他自己有什麼 那可能比較沒辦法 你東南亞這個新南亞 你要幫我照顧 歐洲那嚴重的 或是說澳洲這些 你們這個部份 他畢竟佔的不是大多數 你們可以去評估 好 再來再講 口罩講完了講紓困 因為整個紓困 一照零五百億 對於海外台商 完全沒有包含到裡面 那海外台商現在透過的方式 是透過海外信保基金 我不知道一定對這個了解嗎 因為這個其實也沒有 不關心那個經濟部管 我知道經濟部長也很辛苦 但是我們國內的中小企業 可以透過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協助 海外台商只能透過海外信保基金 那在我三月初一直 強力的要求之下 他們終於成立了一個 相關海外台商的 信保基金的紓困方案 但是我們來看整個比較 我們兩個的這個禁止 跟這個他的規模 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下一頁 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是 針對我們國內的 那我們海外的台商 是有透過海外 當地台資銀行 來跟這個海外信保基金 來申請來做承保 來下一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比較 其實在海外信保基金的部分 跟我們國內的防疫千億保 在就代展延的部分 這個也沒有保證最長一年 還要自己去洽談 保證陳述還要個案評估 也沒有像防疫千億保最高可以9.5成 那在營運資金貸款上 更是都沒有相關的配套 那振興貸款更不用講 十萬美金它有兩種 一種是小額的十萬美金 大概三百萬台幣 大額是150萬到200萬美金 約四千萬到六千萬台幣 這個部分的話貸款金額 他們的最高的成數也到八成而已 那手續費的部分 小額是減半 大額是造價收費 但是防疫千億保國內的部分 是全部政府負擔 那貸款期限最長 國內可以到三年 小額的在海外只能 也是三加一這樣 大額還要自行洽談 沒有保障 我現在要說的是 其實我們台灣是一個 這個國際貿易立國的國家 其實很多的台商 包括東南亞 其實他還有很多都母公司在國內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防疫千億保的這個範圍內 是不是可以協助任列 就是說海外這些關係企業的損失 因為很多他本身母公司在這邊 那他的工廠或是銷售單位 在東南亞各國 可是如果你只用擔憂 國內的他的母公司 他可能只剩一個貿易的型態的部分 去任列他的這個損失的話 這個部分的額度基本上不夠 那海外的部分 基本上他要跟當地的銀行去融資 也不容易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海外台商 常常碰到的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目前海外信保基金 在就代展延的部分 有的部分因為銀行要對保 現在大家都收到的 有的在國內 有的在印尼 有的在越南 在對保上也會碰到實際上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透過當地外管的認證 用一個這個科技對保 還是說交叉對保的方式 協助他們在就代展延 因為現在第三季開始 我們這種製造業的供應鏈 跟東南亞串在一起的區域經濟 開始慢慢都受到影響 他有很大資金的需求 其實如果靠海外信保基金的這個規模的量能 他是不夠的 那我希望說 院長是不是可以重視這個問題 實際去盤整 甚至是加碼到海外信保基金的部分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式 我來幫你教 你就透過國內的信保基金的這個紓困方案 協助 假設就是說 你這個公司在台灣 那如果你有分公司在東南亞或其他國家 可以用集團式的營業損失來任列 然後協助他們在國內擴大他的這個貸款額度 協助他們這個企業度過難關 因為現在會碰到這個斷鍊跟逆全球化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在推廣新南象 我現在要說的是一個台商的是不是 說真的 大家發新南象 大家都長期 我也是新南象煎餅 我2008年去的 比你那時候我還找那個蔡政府的政策更早 可是我們衝過去的 大家要去的 在我們最需要政府的時候 政府在哪裡 我希望 包括口罩拿不到 紓困總要幫忙吧 這個部分 我希望院長可以真的認真的去思考 協助我們度過這次的難關 尤其是我們這些 不過這新南象 基本2.0你要怎麼做 大家心都要傷透了 好 委員 你關心這點我們分作幾部分 你剛才說 這點在海外的台商後有在國內 如果如果有在國內 當然只有國內的這些 信保基金幫忙 如果在海外 我們現在也已經成立海外信保基金 我說那不夠 那不夠 還有一種東西就是說 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紓困方案 比如說像我也接到法國台商的陳情 他們法國的政府當地的紓困方案 需要當地的銀行配合 這個時候你當地的台資銀行 就要去協助 其實金管會都要去做這個事情 要去跟這些 包括其實很多我們在海外有分行的銀行 都要去跟他們討論 你們外管必須 外交部 經濟部 金管會 僑委會 都要去一個跨部會的整合 盤點海外台商碰到的問題 來去協助他們 主動的協助 而且每個國家的紓困方案都不一樣 需要我們政府跟他配合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主動協助 我說現在海外 除了受限於當地的法令 當地政府的政策不容許外 受傷 我們也是要照顧國內廠商趕快 海外 我告訴你那個人不夠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你如果國內有公司 你海外有分公司 你只要的 要求國內銀行 可以有一個專案的保證 然後協助他們在任列上 比較重寬任列 在他的這個 所謂的集團的營業損失 海外的損失可以 任列在這一次的疫情的影響 在他國內的真信報告裡面 這個是一種方法 好不好 你們實際去討論 但我剩36秒 下一題 好 金融國家隊 那我主張這個概念很好 分級分流 現在公股銀行的核代率都起來 來 下一頁 下一頁 在我們監督之下 整個公股銀行的整個核代率都升高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國家隊也要分級分流 也要分小隊 很多民銀行核代率不髒 是因為他可能本身沒有做企業金融 他們可能都是做消費金融 所以你要有消金國家隊 氣金國家隊 甚至是租賃國家隊 你要分級分流 去協助他們 然後要求他們去完成 因為不是每個企業都適合 透過大型的這種貸款的紓困方式 好不好 謝謝院長